美國在圍堵這個中國 包含在晶片大戰 其實晶片戰算不算是已經失效呢 我們先來看這個晶片戰 先打到美國人自傷 全球的第四大美國半導體設備廠商巨頭 這個柯林研發 他們最新的營收就因為不如預期 所以他們其實去年12月已經裁員過一波了 那最新消息又要全球裁員7% 大約是1300人 那麼現在包含這個荷蘭還有日本 到底會不會跟著美國走呢 上個禮拜還說沒什麼進展 我今天查了一下資料發現好像達成協議 但是具體有什麼協議 沒有後來的下文 這個荷蘭半導體生產廠商 艾斯摩爾他們的財報顯示 去年的盡力減少 所以呼籲各國政府 應該就講給美國聽的 在這個晶片戰之當中 省慎以待 那艾斯摩爾也說啦 他說呢 雖然說新一代我不能賣 但是舊一代的 我還是一樣可以出口啊 蔡委員 美國的做法 其實就像是火山布雷戰車一樣 他就是說我在攀頭上布一段雷 讓你這個解放軍無法登陸 他現在就是說 把這所有的半導體設備廠商 那最有名的幾家嘛 就是艾斯摩爾做曝光機的 然後這個東京威力 電子做什麼 做屬科機的 對 還有其他什麼科林啊 還有科雷啦 應用材料 這五大半導體廠商 他說把五大半導體廠商 手腳給綁出來 綁住 你不可以賣給中國的設備 不管是艾斯摩爾以前是說 極紫外線的一個曝光機 EUV不准賣 現在連DUV也不准賣 那你就少一個市場 那現在問題來了 用這種方式布雷 讓中國大陸的半導體科技 的脖子被卡住 看起來好像不能登陸 那就怪啦 中國大陸 有沒有排雷設備 像剛才帥上講的 有沒有排雷設備 引爆設備 有啊 不是沒有啊 我跟各位解釋 不要把這種科技的東西 當然很傳奇 台積電當時的技術來自哪裡 菲利普 很早期的技術 錢來自哪裡 國民黨 所以剛開始的時候 台積電是國民黨的黨營事業 大家不要忘了這個事 蔣英國就叫那個 國民黨秘書長張寶樹 用國民黨的名利 去台灣一樣借錢 借錢也在投資那一家 大家不看好了 那時候叫王永俊投資 王永俊也不投資啊 叫張榮發投資 他也不肯投資啊 所以只好國民黨 自己去借錢來投資啊 不過後來聽說 被李登偉給賣光了 那技術是誰 菲利普 可是不要忘記喔 菲利普當時為了專門 做他的電器的失業 把半導體失業切割出來 那想是說 竟然製造已經投資了台積電了 那好了 那原來呢 在做設備的 做很簡單的半導體的設備 就把它切割出去 就是現在的艾斯摩爾 那艾斯摩爾 剛開始成立的時候 只有100個人 這100個員工 然後就在這個 菲利普總公司旁邊的空地上 搭一個什麼 木房子 這樣成軍喔 大陸做不到嗎 沒什麼特別難的吧 然後當然 他走在一個好幾次 技術圖上面摸對了 本來第一大的曝光機廠商 不是艾斯摩爾 現在艾斯摩爾 在14奈米以下的這個曝光機 佔了全世界百分之百 然後整體的曝光機的市場 它佔百分之六十 其他的是誰 其他的事實是誰 就是我們照相機的 還有內控啊 還有Kennon這兩家 都能夠做曝光機 大陸上不能做嗎 可以 只是技術精進到什麼程度 因為艾斯摩爾有個特點 它很多東西都找全世界最好來幫它做 不是自己做 比如說鏡頭找誰 我們都知道德國的菜式眼鏡 做這個 然後還不是用一般的玻璃 或什麼想做 是用什麼 用銀石 用高級石英 去做出來的一種鏡頭 所以它磨出來的這個平面 可能是被認為全世界最平的 最平的一個曝光機 這個不是科學問題 它就是一個 像帥商講的 就是營業秘密 我的幾個研發工程師 整天24小時 想出各種奇奇怪怪的方法 去把它的穩定度給做出來 原因大家都知道 可是裡面的Mega 不知道 很多裡面的小技巧不小的 工業機密 這真的是工業機密 就是 帥將軍做獅子頭就是比我做得好 不知道為什麼 材料都一樣 獅子頭又出現了 對啊 我以前前舉這個例子 好了好了 過萬年會給你做 謝謝 謝謝 那現在 能夠把大陸擋多久 是一個大家去判斷的問題 大陸有沒有光刻機 有啊 那以前為什麼大陸的 半導體廠不買呢 他覺得 哎呀你這個 這個戰車到底 你們管什麼 不曉得 我就乾脆就花大錢 更貴的錢 不買大陸上國產的曝光機 便宜的 不買 就使得這個大陸國產的曝光機 產生一個叫做 技術落後的循環 什麼技術落後循環 我技術進步要花錢去做什麼 研發 研發 那我現在賣不了 我就沒有錢砸研發 對 所以就變成技術落後 那艾斯摩爾不是啊 因為台積電也是 也是菲利普的子公司 艾斯摩爾也是菲利普的子公司 所以菲利普就叫兩邊合作 有一部分的研發的錢 台積電出 台積電簡單講就是 對艾斯摩爾的研發費用 付出很大的成本的代價 那厲害叫什麼 所以他的母公司菲利普 還是叫三星啊 英特爾 這些競爭廠商說 那我要開發EUV 你們每個人出一點錢 所以他的什麼 他的資金循環是什麼 就活了 萬一失敗了 我公司也不會倒 這是一個企業經營很重要的 那中國大人做不到嗎 研發費用誰出 中國的納稅人要出好不好 中國政府要出好不好 那你這些公司 就有辦法去找 這個很多天才型的 像華為有沒有 找很多天才型的研發工程師嘛 艾斯摩爾的研發工程師 都三十幾歲而已 年紀沒有很大耶 整天摸到裡面 跟台灣的台積電工程師 是沒有兩樣 只要能夠登上攤頭 像艾斯摩爾的執行長講的 他判斷中國大陸 快折五年 慢折八年 五年眼睛一眨就過 搞不好 中國人的聰明才智 三年就達標了 三年就排雷了 不是問題 那其他的東京威力的 鼠科設備 技術等級 比艾斯摩爾還在低一點點 日本人也有這個好處 他的化學液 我們七搞八搞 日本人搞化學是有一套 所以拿了很多化學獎 也不是什麼名牌大學畢業的 什麼了不起的 什麼發表什麼論文 他論文也沒有去抄襲 就整天去搞那些東西嘛 搞那些東西 所以東京威力電子 這時候會很強 其他的應用材料 柯林也是這樣子 可是沒有了中國大陸市場以後 第一個營業額要縮小 第二個營業額縮小 在財源 那財源你以後 賺的利潤不夠 怎麼樣 做良好的循環 對 那良好的研發循環的時候 你美國政府要不要出錢 有啊 他準備了什麼 多少億的美元 那花完了 下一次循環就沒有了 就花錢來講 中國大陸花過冤枉錢 那因為他們當時的共產黨官員 真的不懂了怎麼去搞半導體產業 隨便抓了什麼造為國 搞視為天才 這個我就搞了一個很龐大的子光集團 他把科技公司經營成創投公司 倒是亂投資 把公司搞垮了 炒股啊 就是炒股嘛 所以我是覺得所用非人 就像當時蔣經國用了兩個人 一個叫什麼張周摩 一個叫曹星成 那曹星成現在等而下之 整個去搞黑熊學院了 那張周摩還是全世界 半導體科技的教父級的人物啊 所以你中國大陸不要走錯路 那現在中國大陸有個好處 習近平上來以後 他那個政治局裡面 一下子來了很多科學專家 這些人的作風 不會跟過去那些 只會懂得這個 管理地方政治 這些人的出身就不一樣 應該會有不同的局面 所以我的判斷就是說 中國能夠排雷 而且中國在半導體市場 能夠登陸 這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那毛澤東講 中國人站起來 就站起來給大家一次看嘛 就半導體產業站出來給大家看 我還沒看到 那是 你 這裡 對 上電 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